这一地计真迹输在了哪里 说到这个预测啊 就有话讲了兄弟们 预测我觉得是有话讲的 这种预测 没办法 很难 这个就是主观跟客观的一个 就主观上来说 对吧 我们当然希望 对吧 但是其实当时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也说了 客观上来说的话就很不好打 这个大家理解 输在了哪里 听东输在了下路呀 第一把下路稍微顶住了 然后后面就还好 但后面下路被爆了 那你就没办法了 京东就是下路输得太大了 而且这也是赛前我觉得大家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下路的对抗强度是不是会扛不住 那最后发现真的没扛住 主要还真没想到没扛住 这个本来觉得下路应该没有那么大差距吧 这个一下子打完感觉差距有点大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就第一把看上去还好 到后面已经被逼到使用进这种英雄的时候就已经比较难受了 是的 整体跟DX这个也确实都没想到 哇 这场 现在想起来也是 感觉有有人出了问题 就那天感觉有人入魔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从第二局开始 就有人说什么整体实力都有差距啊 我真的觉得卡纳卫那天很尽力了 是的 卡纳卫那天真的很尽力了 我现在最难受的点就是 我们的队伍打的还可以的对局 都是都是韩元在C 你不管是EDG EDG那天也好 还是京东那天也好 真的韩元很尽力 非常尽力 而且他们展现出的竞技状态是很夸张的强 这个其实我们当时也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当你队伍里面有一个超级选手 就这种很屌的韩元 其他人就躺习惯了是吧 对 有的时候会躺习惯了 因为你看 我拿我个人来举例吧 就我以前跟那个赵志明打解说杯的时候 就你的队里面有这样一个超级屌的打野 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 混住 但是呢 有的时候到世界舞台上啊 你不能仅仅依赖那么一两名超级明星选手 就是你其他几个人也得有发挥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从人性的小动作来解读 因为人性是普罗大众的 那如果你想成为每一年世界上玩英雄联盟最屌的那五个人之一 你就不能被你人性的劣根性所左右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有超级大腿你就意识能不能这样的 因为每一年你说世界决赛 你真的说谁一点功劳都没有吗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去年圣强哥很混 对吧 但其实圣强哥我觉得去年决赛的表现不差 对 圣强哥那首南枪说实话 其他队伍拿出来还真没他那味儿 就你在这种舞台上 你绝对没有哪一个点是能够混住的 你要想拿冠军啊 想混一个是很 对 你不可能的 拿冠军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要做出自己赢亚有的贡献的 对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但是真迹和DRX那个时候没想到的 这个确实是 这是实话 因为你一个国内制霸的队伍 世界赛被成长的DRX 按按着头打 我觉得这个还是 怎么说呢 这个我感觉心态出问题了 那天我真的感觉 真的心态出问题了 就除了 入了这个点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以外 其他几个点或多或少 都有点问题 超伪那个就完全入魔了 我感觉超伪 超伪你 我是感觉你作为一个队伍里面 就是最屌的 然后 超级明星吧 就有的时候你在这种队伍里面 你肯定是 输了之后 肯定是詹姆斯库里这种背锅 你不可能让那种 对吧 角色球员背锅 就超伪你 你打成这样子 你说不过去的 说实话 你这个拿队伍里最大头的薪水 超级明星选手 你在这种局 你必须得站出来 你这个不能老在那边补刀 然后逃避 逃避去跟别人去打 打一些操作 拼一些的这种 这种拼此刀的这种操作 不能老在那边补刀 看的人好憋屈 但其实这样的对局 我们在英雄联盟的比赛里面 看的不算少 对吧 就是关键局里面隐身 关键局隐身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衡量一个选手 是否能成为支柱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对 这个是实话 没话讲 下一轮 下一轮 Berry要连续三年进入总决赛 这个 别说了 这就是天才 就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天才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关键 这家伙天天DNF啥的原神 对吧 瞎玩的 但是呢 我看过一部关于他的这个 简短的简短的片子 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游戏制作专业 所以他在玩游戏的时候 更多的是考虑这个游戏的 本身的原理 他的运营规则 对 他的运营规则 他知道这个游戏的真理是什么 什么叫游戏真理 游戏是程序 程序就是永远会按照 他的既定的那一套 计算机代码去运行 对吧 他们想法只有一个呀 你杀我几次无所谓的 但是我只要能够 怎么说呢 带领队伍 赢下最终的对局 而且我过程当中 死几次不重要 谁先拆掉对方的基地 才是赢的方式 这就很厉害了 其实Burial这个选手啊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就他能连续三年进世界决赛 包括这个 今年这个表现 其实让我想到 当时的三星的那个 Dandy跟Mata 他们也是玩这个游戏 最基本的这种运营思维的 就他也没有说 就是意识操作啊 把你打的 就不像T1的辅助 Kira这种 对吧 还是玩操作 把你打的有点没脾气 就Barry啊 包括当年的Mata 都是玩这种思路的 这种辅助选手 但是啊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有思路就有一切 他们操作也很强 只不过不是最顶尖的 这个确实很厉害 也不打Rank 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发文说 怎么上不了原神了 很急 三个小时上不了原神很急 在那边骂 你说人家决赛之前 也不想着训练 也不想着Rank 就我操我上不了原神了 很烦 这种没话想 你想想看 DWG对吧 没有了Barryl以后 是Barryl连续三年 不是DK连续三年 对 这就很有意思了 兄弟们 而且今年Showmaker 和Kenny那个表现 如果Barryl还在的话 那感觉 也很顶 会很夸张 就当时DK 可能觉得下路 没那么重要 而且Barryl 确实也年纪大的 对吧 Barryl其实 DWG算是这些比赛里面 年纪最大的下路组合之一了 而且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他们可能 受到了舆论的影响 这种你一输嘛 肯定要找一个 天天玩原神的 出来背锅 对 对吧 很合理 来说你天天不训练 训练赛你也不积极 然后你 对吧 我们只能把你换掉了 确实 所以有天赋的人都会偷懒 没天赋的人都在努力 这个东西就看 这个 最后结果来论 哪边是正确的 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 是的 反正感觉现在欧洲 如果没有新的新人吧 还是挺难掀起波浪的 欧洲看什么 欧洲明年看那个男人 你们懂我说的是谁吧 B开头那个男人 欧洲明年 看看能不能在那个男人的带领下 能够有一只超级强队出来 现在欧洲缺超级强队的原因 主要还是没有 没有新人 就没有超级新人 就是都是那些老的 我身体别人的 是 感谢观看